出来这种投中距离的机会 但这种太吃命中率了 哇 来了 我们想看到的终于来了 你让他在 他的起跳范围起跳的话 你就没得防备 这个球真的是 太展现自己的运动天 今天拿到第一波 跳球进攻球权的呢 是手递手交给赵继伟 反复的跟张正林打挡拆 上线接球之后直接出手 好球 张正林他投篮有个特点 他投篮这球不拿下来 拐龙要自己来吗 再转出来 张正林又是 这是他的一个甜点位 他在整个三分球线外 命中率最高的 就是这个右侧四处出角 而且他出手真的很快 动作简单 艾伦再上球 这是个机会 要表现 想要做动作 真好 这个球反倒是吉林队 出来这种投中距离的机会 但这种太吃命中率了 哇 来了 我们想看到的终于来了 你让他在 他的起跳范围起跳的话 你就没得防备 这个球真的是太展现自己的运动天赋了 这个球动作做得漂亮 起跳的爆发力跟速度 那中层这球确实是 反应够快 前场有一个多打少的机会 掉得非常好 赵继伟这个球给的太舒服了 这种球就是 你觉得你好像能够断 外博姐的头有点离谱 对 今天完全不在他个人的一个状态上面 感觉就是没带准心 这个球裁判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 然后这次进攻 又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下 他自己突击 攻击篮筐的能力 张智林 车高 漂亮 今天第三个三分了 有大汗在内线 张智林挡拆后 他往外拉就没问题 可能往里去 反而跟大汗挤到一块 是 这边再换防 大汗如果不出来 崔建民这边坚决投 这个球裁判最后还是吹 张智林打手犯规 今天这个已经吃过一次居住犯规了 不能再随意的发 再给进来 这个球被判断出来了 外轮要自己上了 两分轻松拿到 还是通过防守反击 上进之后也是对小老弟竖大拇指 示意张智林这个球防得好 对 张智林的防守 还是要防他左手 但这个球被看穿了 是 这球应该讲张智林的防守 他的判断 他的移位 国庆队陈才率还是挺高的 很多人都在现在CBA里面 就在征战 大汗 给了 又来了 张智林又挂框了 而且张智林 他有一条好 就是说他无球的跑动能力也很 是 赵几伟给到张智林 自己来吗 好的 面对正准 张智林非常坚重 再给到张智林 自己来吗 好 这个球呢 非常的聪明 扑破之后分球网 网中队没有办法破大 拉大分差 两队也没有办法 缩小分差 看看这次进攻 张智林 好的 转身上篮 现在场上比分呢 是两队34比41 落后对手7分 大汗在第一位要位 这是一个错位的机会 但是没有给出来 张智林 三分球能不能进 好的 即使三分榜 第47位的莫科 只差一个三分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怪伦三分线外 三次出手 全都没中 两队反击 漂亮 张智林 绝对不会放弃 这样一个灌篮的机会 两队终于是完成了反超 六十七比六十五啊 本节比赛 两队偷来命中